- 投資者的作品 - 投資者的作品 - 投資者的作品 大家好 我是鍾子通 新年假期剛結束 就用我推薦的作品來給開工打上一劑強心針把 一樣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會問我們說 為什麼作品精選會變成現在這個形式 那其實就是跟 A-B星法海外放送的版權有點關係 所以我們才變成現在這種方式 來跟大家介紹作品 那雖然形勢有改變 但是我們介紹精彩作品的心是不會變的 所以就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首先第一部作品 河北小姐雖然因為心法的關係 延宕了幾個月的檔期 但是俗話說 蹲得越低、跳得越高 在1月推出的這部極品相不乎題材 無論在畫面、美感跟劇情實用度都是上下兩路毫無破綻 穿著套裝的河北真的跟穿著公牛隊球衣的Jordan一樣 都是無敵的存在 作品裡面有一段咬手指的畫面 我相信只要是有感情的深入看到那個畫面 絕對都會虎屈一陣 這個月最推薦的作品之一 接下來就是神木小姐 我們的阿力竟然在這部新作品做出了重大的灌漿解禁 老實說要問我的話我會覺得 你為什麼這麼著急呢 神木小姐絕對是業界難得一見的頂尖人才 雖然一開始的行銷操作就有點慢熱 但是我相信只要運作得好 熱度絕對不輸小臭戀冤 甚至網路上也有不少人認為他是2022最佳新人 雖然這部也是很好看的 雖然現在灌漿都不是真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個捷徑實在來的太快了 接下來這部是松本小姐的作品 題材十分的經典 就是突如其來的開始做菜 很多片商都拍過 很多演員都詮釋過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要演技夠好 才能把那個突然嚇到的感覺演出來 不然感覺就是跟假摔一樣 連裁判都看不下去 那作為這幾年銷售排行數一數二的強者 作品量也是首屈一指的松本 這種劇情當然是完全難不倒他 把那個驚慌狀況外以及後來逐漸淪陷都詮釋得相當棒 推薦給各位的作品 接著是我覺得這個月的頂級作品 石原小姐又跟Samoari合作 兩個人的化學效應好到像是 醫生霍克跟理查林克雷特合作一樣 石原在這部的造型非常可愛 演出風格是真的讓人沉醉其中 但是又怕被他玩壞 這絕對是石原最優秀作品之一 看很可惜 在2023年的第一個月精選 一定要來感謝所有一路支持我們的觀眾 因為有你們 我們頻道才能一直走到現在 那練一個一定要感謝的 當然是長期跟我們頻道合作的 LLabs 有Labs的支持 你各位才能每個月都有精選可以看的啊 Labs也推出了全新的小黃油 英靜物語 融合了各地神話 童話 傳說 歷史等豐富元素 像是有小紅帽跟大野狼 武克船長跟丁克貝的小精靈這些耳熟能詳的角色 他們必須說 英靜物語 的畫風非常精緻細膩完全可以帶給大家全新的體驗 再加上全動態的H展演 還有專業的日本聲又配音 這個全新的小黃油 英靜物語 絕對是值得推薦給各位體驗的 那英靜物語上市時 官方也邀請了不少知名poster來做cosplay的活動 由男公扮演的愛麗絲非常可愛 Momoko葵葵的三月兔讓人很心動 Chika的公主風扮相也非常誘人 在推特上搜尋相關hashtag都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 只能說各位老司機在這款遊戲可以滿足各種層面的幻想 英靜物語 讓人在幻想中一盡到底 我們來看下一部作品 文牌小姐這個月也是演出相不乎 但是題材路線就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頗有心意 而且在公司上班的文牌其實私底下有經營大慈小帳 還偏偏被公司的耳男上司發現 把柄在人手上當然只能任人宰割 那這部作品因為文牌本身也是網紅 加上現代人有不少人或許都有經營這種 有點展露練一面的帳號 所以看起來意外的實用 我非常推薦 接下來這部作品我個人滿喜歡 是Cosmos這家片商的經典系列 這次找來極根小姐演出劇情要素 就是讓寂寞的太太跟精力旺盛的大學生共度一晚 但是只給他們一個套子 哇靠這根本就是給你一根樹枝 就要你打贏老虎一模一樣 一碗一套那是絕對不夠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相信大家也是心知肚明 但還是建議大家在外面防護要做好 不然就跟喜劇演員東須德一樣 沒有菜花 我們來看到下一部作品 水源小姐幫Dandy演出這部片 片長長達3小時 那作品內容也是跟水源小姐的身材一樣夠份量 劇情描述水源小姐扮演一位暗魔女 那一位手法高超客人愛不釋手 於是思約她進行一場甜蜜的溫泉之旅 那這部幾乎是一般作品的兩倍長度 當然是使用著作主 喜歡看溫泉旅館題材的 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再來就看這部作品 可以說是充滿青春苦澀回憶的佳作 宮下小姐向自己閨蜜的男友告白 在露營假期只能偷偷的當地下情人 雖然劇情有點苦悶 但是宮下實在是太正了 作品還可以看到多種造型 不管是單雙馬尾還是放法 真的都是最頂級的那種 就像看到一個新秀 又能控球 又有外線 切入也頂 教練當場濕透 我說額頭 就是這麼優秀 接著看到這個白花小姐的新作品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她的作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上車時間 眼淡可愛不說 那個身材的破壞力真的很強 讓我想到 一樣是在SOD系統出道的績笑小姐 在本作她扮演女友閨蜜來誘惑男主角 就像是在你面前擺上一盤威靈頓牛排一樣吸引人 再加上那個小惡魔氣質 真的是只能屈服在那對大白兔之中 相當優秀的作品 緊接著看下一部作品是 竹內小姐演出田徑社團老師的題材 說真的 雖然當初是以女主播身份出道 但是以竹內小姐的鍛鍊程度 用運動員身份出道說服力也是十足 那這次這個題材 簡直為她量身打造 充分展露了她的線條美感 以及香焊淋漓的氛圍 不會有那種 明明是演運動題材 腰間肉卻還可以跟我媲美的問題 非常推薦給大家的作品 我們接下來看到下一部作品 S1有一部我一再大力推薦的 就是雨孝小姐的洗衣店題材 真的是經典實用巨作 但是我們足足等了快三年 才讓S1再度來洗衣店拍片 這次請到的是星宮小姐 跟雨孝小姐是完全不同的類型 當然設定也從大學生變成太太 雖然變化這麼大 但實用度依舊不俗 還是推薦給大家 還沒看過雨孝的也要記得去看 緊接著是這部作品 白桃小姐在本作扮演的女主角 是一位即將結婚 但是還想要在最後單身時光 好好爽爽一波 就找了之前曾經搭訕過她的男主角 雖然這個男的沒有差Dior的曠野之心 但是他有著其他的過人之處 就是這個過人之處 讓原本說好最後一次的白桃小姐 直接淪陷 I am a kid 我只能說 懂說什麼這次是最後一次的 沒有一個是真的 高國慶年每年都說是最後一季 還不是繼續打下去 再來看這部作品 木下小姐扮演一位客業零分 把技能全都點到做菜的辣妹 結果請來的家庭教師 又是一個嬌小的草食男 我說真的 我沒想過我會這樣講 但是這個男演員 其實還比較適合演學生 那這個樣子當然是被吃乾抹盡了 算是這個月相當趣味的小品 推薦給各位 接下來就來看這部作品 S1跟eBody向來都會合作 S1出人 eBody出團隊來打造 3SBody這個系列 那這次的主演 三首小姐 毫無疑問的 不會愧對這個SSS級的身材 那我個人也覺得這個題材 其實非常適合他 因為就是拳拳到肉 激烈碰撞 就像是夜尾信跟曾子丹合作的 殺破狼導火線一樣 打就完事了 就是這麼樸實無法的使用 緊接著來看這部作品 肉戶小姐這次演出 職場NTR題材 老實說他也是一位 我越看越有興趣的演員 出道的時候看了覺得還好 但是現在真的有種 跟螢幕的他開始熟人起來的感覺 那這部我大力推薦的原因 就是裡面除了有黑絲造型 還有黑絲吊帶襪造型 真的是雙重享受 簡直就像是點的鰻魚飯 老闆主動幫你升級成鰻魚三吃一樣 我相當推薦 接下來這部作品 白木小姐一直是我心中 頗有韻味的熟女演員之一 那這部作品的劇情也堪稱是 王道公式展開 媽媽在兒子房間發現他的作品收藏 想不到兒子年紀輕輕 喜歡的卻是驅風火血的老江 那其實在這個數位化時代 實體作品越來越少 還有這種劇情其實也是難能可貴 那媽媽看到兒子是走這個路線 當然就是要實現他的夢想 推薦給大家 再來看到這部作品 傑城小姐這部其實我覺得 以製作的精良度來說 感覺是比較粗糙一點 但是傑城小姐本身的機體強度實在太高 讓整部片基本上就會看他開秀 不管是前面在玩弄其他演員 還是後半段的本番 基本上都是佔盡主導權 尤其是前半段 我個人覺得實用性真的非常高 十分推薦 然後就是這部作品了 石川小姐的高顏值應該也不用我整天跟大家強調有多優了 就像我如果現在還整天在跟你講什麼 大谷祥品球速超快二刀流 強 應該也會覺得 這還要你跟我講 他就是這樣的公認優質 那這部作品的主題就是極限開發 有點像那個七龍珠有看過嗎 孫悟飯把前門打開那一段 石川小姐這部也是開發自己的身體極限 拍出畫面更激烈的作品 必須得看 下一部作品 績笑小姐的這部 是以風俗為主題 那我個人覺得以他的青春肉體演出這個外送小姐 非常的有說服力 不會有那種太媚眼優等身的問題 整部作品的氣氛也相當棒 這就像是封面所說的 超優良 第一段的本番是我這個月最喜歡的鏡頭之一 務必要看一下 好最後要看到就是這部 沙昌小姐的作品 又是一個半豬吃老虎 在圖書館裡面 文靜的女生 還是超正點的眼鏡造型 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會有什麼威脅呢 想不到跟掃地生一樣 越低調的武功越厲害 直接把你榨乾到武功盡失的程度 果然沙昌老將還是有他的功力在 真的是不可小覷 好以上就是今年的第一次月作品精選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是鍾子通 我們下次見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也請務必在影片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其他的平台 包括Instagram以及Podcast 那也別忘了 中止通一下的YouTube會員開通啦 想成為我們的葫蘆通粉嗎 趕快加入我們唷 請務必加入謝謝 謝謝再見 見見見